大家好,我是乖西餐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轻能源方向 像美景能源后部股份,金城股份,富瑞特装 熊涛股份,宝峰能源等技术点评节目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像轻能源普遍的,不管是指数 还是个股呈现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那么短线还有没有机会 上方压力,下方支撑 已经了当下的强热怎么去看 咱们呢,先看轻能源的板和指数 然后再结合个股进点评 那么先把主观的观点放在前面 上有压,下有撑 那么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缓跌式的调整 或可低息高抛,存在短线机会 如果说是不带量的反弹 反而要找卖点,不能去追 因为呢,当前我们来看一下 清能源板块指数了他的一个剧情 上方前高有成压 好,这是第一个节点 一目了然的事情 其实上方前高有成压 而且在成压附近的话 那么当前连续像上周一整周的时间连续是属于缩量的状态 缩量的话呢,代表的是有资金 进入观望的一种态势当中 同时呢,下方有支撑 这个支撑呢,主要是指下方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突破 突破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高点 而且呢 连续一周的时间都处在单阳不破的状态 就是上周 这是从指数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像对于清能源板块指数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一个债负震荡 当前的话呢,债负震荡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持续震荡当中 他只要不给出最小级别的三连卖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存在短线的 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把握它的一个低息的节点呢 这个低息的节点 例如说像13年均线的位置 继续往上平移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震荡当中只要不给出最小级别的三连卖点 那么震荡只要横得住 最终呢 完全有机会呢 再给出一根中阳 或者是再给出一根阳线向上 挑战前高的 但是呢 如果说一旦给出 但是向上的话呢 需要量能放大 跟上 否则的话呢 也难持续 如果说向上冒头了 潜高附近突破与不突破之间 量能跟不上 那么的话呢 防范有多 如果说呢 后面有量能明显的一个方大 而且是有持续性 那么他就可能会高看一线 或者是走一个小持续性 如果这个位置呢 向下 回市 这看它怎么回市 如果说呢 只要不给出最小级别的三连卖点 而是呢 回 或者是下探之后 立马给出一个长下影 又收上来 这都是可以视为小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此说的一个表达 让我们用更小级别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好 更小级别来去看的话呢 对应了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五分钟维度的当前 它就属于 用五分钟中枢组件来进行处理 那么什么叫做 小级别的在哪个三连卖点呢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在哪个五分钟中枢组件 中枢组件的话呢 那么中枢的上沿 中枢的下沿 以下沿的位置作为一个坚守的节点 那么这个位置阶段当中 墙完全可以呢 走出向上离开段 好 如果说呢 向上离开段 观察和前面有五倍磁 以及呢 下方的量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五倍磁 高看一线 如果说呢 量能也没有跟上 向上的话呢 和前面有倍磁 那么呢 前高附近沉压 反而是 建好就收的 那么向下的话呢 什么情况下 是一种防范的节点呢 如果说一旦 向下 一分钟快速回落 跌破这个小的平台 反抽站不上来 这是属于给出 以前高的一个节点呢 作为观察节点 防范呢 是逐渐这样的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在线下走 离开段 反抽不进入 那么对于那种枢延伸也被打破了 属于给出三连卖点 三连卖点一旦呈现的话呢 就是一个必须要 以防范风险为主了 好 这是轻能源板块指数 那么它的中枢的下沿 在什么位置呢 1274.5 这个位置只要不破 就是只要说呢 只要不跌破之后 反处站不上来 只要不给出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都可以去跟 都可以期待给出 阶段性的小的 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新高 如果说破了这个位置 站不上来 那么呢 反范的是回事 回事过多的考验下方 下方的站点支撑了 下方的支撑在什么位置呢 前面这样的一个 次高点 也是属于以这个阳线尸体 作为一个 坚守位了 因为 因为单阳不破的话呢 它也分强弱的 达为一根 一根中阳 或者一根昌阳 昌阳过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保持在阳线的实体的上方 保持这样的单阳不破 而直接上去 这是一种偏强的一种整理方式 所以当前的话呢 认为它还属于 从开线表达来 还属于多头战油来讲 那么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如果这个位置一旦给出刺激 给出这种分钟级别的三分卖点 那么它的一个方守位的话呢 放在这个单阳的起掌位了 后面的话呢 只要说震荡当中 好 震荡的幅度拉伸 只要说始终保持这一根阳线的实体不破 那么它回落之后呢 依然有机会 有可能再继续 给出向上反弹的动作 只不过操作的幅度会加深 那么它更大的一个维度 就不是用三 用五分钟级别三个卖点来去 期待向上离开段 五分钟中 逐渐期待向上离开 离开段了 而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到后面 给出三个卖点 反弹的是回落 回落的话呢 和前面这个高点之后不接触 然后的话呢 这个大的单阳不破 这一根阳线的实体下围 只要不破 那么调整更加充分之后呢 再期待 是否有是否有这样的 向上反弹的一个动作 好 这对指数的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个股 好 个股的话呢 列出像美景能源 像美景能源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呢 阳线 然后的话呢 小羊小羊带上营 而且呢 频繁的这样的一个索性性 那么像像这种状态之下呢 又靠近前高 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很 咱们前面讲到这位置 向上不能再去追吧 而是从卖点为主 那么向下的话呢 如果说向下缺口位置附近 回落 那么它可能会存在 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那么怎么去看呢 像美景能源 咱们从5块8毛5的位置 其实就已经反复在跟踪 跟踪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它不同的一个 时间节点 不同的 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这个位置呢 是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中枢 然后走的向上离开段 回市 当前的话是可以 走的是一个三买转二卖 还是三买转一卖的一个剧情 好 这是一个日线线线 日线级别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回事 然后呢 其实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期待 或者是推演是什么呢 在它没有消息驱动之前 没有整个板块轮动之前 在这个几点呢 讲到它这个位置 如果说 证一下 证一下之后呢 能够再往下 往下怎么给一个新低 然后140连军也不破 或者是破了之后呢 立马强底分的出去站上来 它反而是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三日线的三里买点的一个剧情 结果呢 有 不管是消息驱动也好 还是属于板块轮动也好 在这个激励呢 它一口气直接上去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呢 对于 不管是传人体系 还是对于任何技术方法的一个 运用一定要结合实际走势 然后呢 有一个策略层面的一个应对 策略层面要保持这样的灵活 否则的话呢 你会因为预想和预想的不一样 而错过机会 或者错过买点 错过卖点 所以说呢 要完全用产生的一个核心思想来讲 就说完全分类不吃而吃 穷尽变化 完全分类不吃而吃 只是让客观应对而已 好 那么像美景当前的走法呢 是属于这个位置向上 所有的买点 一定不是上涨过程能去追的 向上呢 肯定不是找买点的 那么我们只是用更小级别来去观察 后面还有没有机会而已 上上 那么前高附近有沉压 这个位置呢 不管是突破不突破 向上肯定找卖点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毫无含糊的 那么呢 什么条件下会出发新的买点呢 这才是讨论的重点 从10块02的位置 其实10块02的位置呢 咱们前面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 5分钟级别的趋势下跌 点评过 这个位置一个5分钟书 这个位置是一个5分钟书 然后10块02的位置 作为5分钟趋势 趋势下 趋势被持一类买点 趋势被持一类买点之后呢 就走到一个5分钟呢 给它做一个5分钟这样的一个盘整上 盘整上的话呢 因为前面有这个大的平台乘压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以找卖点为主的 结果呢 找卖点之后对不对 对不对呢 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按照方法来 只不过后面一笔下周呢 这个位置它没有出现一个强底分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回落下来 一笔下周呢 这个位置它是属于 小阴星小阳星 小阴星小阳星 这个位置呢 它并没有给出 及时的给出这样 那个强底分的范畴 而后的话呢 基本上在这一天有个移动 在这一天的话呢 直接是一种放量涨停 放量涨停过之后呢 当前走的还是一笔上 一笔上的话呢 当前甚至连顶分都没有形成 都没有形成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 当前技术的表达 跟中来讲 之前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中枢的升级 这个升级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中枢升级 然后组成离开段 那么这个离开段呢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 我们更多的是看这一段 以及呢 这一段它的一个内部细节的结构 细节结构的话呢 我们来看用30分钟视角 好 用30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的盘整上 30分钟上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回试 那么看什么 看它回试的方式 就说呢 接下来可能用5分钟级别的 用5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以及呢 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来去观照 它什么时候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剧情 什么是30分钟级别买点呢 这是30分钟一比下一比上 一比下 30分钟级别下跌 不破下方的30分钟中速上沿 它对应的买点 称之为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对应的有一个 30分钟级别下 或者是内部呢 有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30分钟级别下 5分钟的盘整下 盘整下呢 反正判断被迟 然而日线出现这样的一比 然而一旦出现这种底分 不破前面这个地点 它都可以作为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它调动什么什么幅度 是什么作为什么级别的什么机会点 好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我们再用5分钟的维度来去看待 用5分钟的维度来进行看待的话 那么从14块 2毛8 就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它从10块02的位置呢 作为5分钟中速延伸 刚才就30分钟级别的 它是一个30分钟级别中速 30分钟级别中速过 做到了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 它走的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位置 是一个5分钟的大的线转上 线转上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它有没有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一个5分钟中速组件 甚至可以作为中速延伸 所以这个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跟踪 跟踪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从14块 2毛8的位置 以来 那么它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 它的剧情前面呢 是走的是一个5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线转上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5分钟中速的组件 好 作为5分钟中速组件 甚至作为中速延伸来就看 所以说呢 它后面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分 大致两种 这两种的话呢 都用不同的机会点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在这个节点上 它给出5分钟的线转下之后 没有继续往下跌 而是呢 延续这样的一个震荡 延续震荡的话呢 那么用5分钟中速延伸的方式 直接升级为和下面同级别同方向的中速 而后呢 再期待相当 再走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剧情 这种剧情是偏强的一种表达 就属于呢 这个位置呢 直接 没有给出3分钟的线转下 没有给出5分钟的叛转下 而是呢 以 分钟级别的 这种中速延伸 震荡 然后进升级再度向上离开段 那么对应的节点是什么 对应的节点就属于和前面 这个位置呢 它震荡的一个平次 就是当前还属于5分钟中速处建的阶段 5分钟中速延伸 然的话呢 5分钟中速不断的延伸 延伸过之后的话呢 围绕着以这样的一个区间 作为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反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 反复震荡 最后呢 9段升级 再度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 推演视角 这种推演视角的话呢 那么只需要用什么维度呢 5分钟的先端下回落 就是保持下方链的缺口都不破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 5分钟先端下回落 则不破前面地点 那么呢 先端下先端上 它存在这种低吸高炮的节点 就始终 这个低吸高炮的话呢 在空间比较窄 那么呢 可以不参与 这是稳健的视角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 再往上一旦呢 再给新高 这个结构一旦饱满 那么基本上什么 基本上可以宣告 哎 这一轮的反弹可以结束 好 这是一个是给出三成线段下 5分钟判断下 要么就属于5分钟中枢 不断的延伸升级 那么这是第二种剧情 那么最强的一种剧情是什么呢 最强的一种剧情是这个位置 逐渐一个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最强的一个表达是属于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 逐渐 逐渐过之后的话呢 直接走出向上离开段 这个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如果说和前面有被迟的话 那么找卖点 然后呢 等他 同样的5分钟的一个 走出类型回落 把握30分钟级别3里买点 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 一个交易方式 如果这个位置的话呢 走出过间5分钟中枢 逐渐之后呢 直接走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以掌停板的方式 或者是以这种更强的方式 和他无被迟 那么他完全可以 逐渐第二个5分钟中枢 再往上 给个5分钟趋势上 所以那么对于 美景能源的话呢 向上不去追 宁愿去踏空 不要什么 不要去追高 第二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延续 震荡整理 这个震荡整理是什么意思呢 好 下方缺口也不补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保持这种 小阴线小阳线 小阴性小阳性 这样的阴阳整理 如果调整的幅度 只要横得住 那么呢 量能只要不说 那么是可以期待一个 向上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离开段 5分钟也好 或者5分钟出售延伸升升级好 那么比较理想的 一个机会点是什么呢 比较理想的一个机会点 就属于这个位置呢 走一个5分钟的盘整 然后呢 三分线线下跌 回事不破下方的三分线输 然后的话呢 再把握它的一个 三分线级别三点买点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去讲 好 那么呢 后普股份 我们来看 因为像美景能源 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基本面是有支撑的 基本面有支撑的 同时呢 像新能源的一个炒作的话呢 跟一个是新能源的 新能源的延伸 在这的话呢 跟碳中和背景下的 一个因素在 它是时不时都会有轮动到 至于说能保住持续性 结合板块 个股 综合去看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后普股份 后普股份的话呢 大家会发现 它也是属于典型的 单阳不破 也是呢 在上周 上上个周五的话呢 它是 一根一根苍阳 十五个点的上涨 而后呢 连续一二三十五个交易日 阳线不破 那么它的跟踪视觉的话呢 也比较简单 后面的话呢 咱们就简洁一点 就是对于后普股份来讲的话呢 也说低连和低连相连 这是一个趋势线 人呐当前的话 以这样的阳线的实体 为参照 例如那阳线实体 可以参考了阳线半分位 就说呢 这个位置 它只要横得住 不跌破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只要不跌破 不跌破下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 只要这位置不跌破 那么中途到这样的一个震荡 整理回落 靠近阳线半分位的位置 实际上是可以作为短线的 这样的尝试的机会点来去看待的 但是如果说后面再给出阳线 阳线的话呢 对应的 只要不是一种掌停板的方式 而是给中阳或者苍阳 又靠近 当前这样的一个上行通道的上沿的节点 那么的话 接好就收 如果说以低连的方式的话 后面破了这样的一个阳线实体 也破了下方 趋势支撑怎么办呢 其实的纠错离场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因为什么 值得一个是单阳不破的视角 整个板块也好 个国单阳不破 另外呢 它经济的量堆 还是能保持住的 整个量的人都保持住 代表的是更多的是资金洗盘的一个视角 不像出货 当然这不够严谨 严谨的角度来讲 就是用刚才这种视角 应对低吸高炮 破位 或者说破了这样的趋势线 单阳也守不住了 怎么办呢 纠错走人 好 这是后扑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京城股份 京城股份的话呢 咱们在它手摆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有过重点点评的 但是重点点评的节点的话呢 像这里给我 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好 这个位置呢是回落到140年军线的附近徘徊 然后呢是以涨停板的方式进行突破 而且呢强反爆 强反爆它只不过后面 它没有给紧接着呢 三连板 它没有给这样的一个回落的机会点而已 那么像这里个股的话呢 只要说像这里个股 只要不出现这种高位杀跌 它只要对板块没有这样的一个杀伤力 还能够横得住 或者还能够给新高 不值得参与 不值得去追高 但是呢 它对板块会有正向的提振 因为当前的量堆还保持着 所以说明呢 说明它的人气还在 好 这是竞争股份 当然这类个股的话呢 已经给出三连板之后 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不建议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在收板的位置值得深挖 或者是它刚刚突破的节点上 值得深挖 但是呢 一旦给出三连板之后 再往上没有必要去追了 好 这是竞争股份 那么再看呢 富瑞特装 富瑞特装的话 它们也是属于 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 跟踪界点呢 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好 第一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是去支撑 第二的话呢 它是属于小的平台突破 也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后面呢 增浪整理它叫一 回落 以这个阳线的半分位附近 作为一个观察级点 如果说以这种带有 抵抗式的下跌 小阴心 小阳心 下阴心 调整下来 对应了反而是机会点 短线的买点 如果破了这样的一个 对应这类个股 尤其是创业版的股票 如果一天苍阳的话呢 可能就是死好几个点 所以说呢 这类个股可以把它 建立下方的趋势线就可以了 趋势线如果说守得住 那么呢 作为持股会作为低息的理由 持股的一个依据 如果说破了 那么纠缩离场 不要纠结 我们卖的对不对 你只要符合某种方法 你严格执行这种方法 就是对的 至于说卖了之后 后面是涨势跌 不用考虑这么多 考虑越多 你越做不好交易 你越会犹豫 越会纠结 后面给足 只要给足这样的一个 反暴阳线 中阳或者是长阳 那么呢 建好就收 也不用去探 这是富瑞特庄 因为青根源方向的话呢 只能做一个短线的热点 时不时的会轮动一下 但是你很难走出 这种爆发性的持育性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热点 好 这是富瑞特庄的一个使家 那么再看熊涛股份 熊 熊涛股份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单阳不破 而且的话呢 在周五的时间呢 又给出这样的一个中阳 其实呢 像这类剧情的 世界的话呢 见到中阳的时候 很多人会兴奋 或者是长阳的时候 其实呢 在我看来 如果说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说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前面这个位置呢 就是作为一个 中阳 长阳 而后的话呢 1234 挑着不破 这实际就是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只不过它前面这个阳线 它不是上天板而已 后面突然中阳长阳的时候呢 时间找卖点的 而不是去追的 好 这是熊涛股份 那么我们再看保峰能源 保峰能源的话呢 也是如此啊 保峰能源前面涨停 涨停过之后的话呢 震荡中的再往上 以11月19日 阳线尸体这一个中阳 作为监索位 回落 以这种带有抵抗式的调整 回落呢 不破140零军 不破这个阳线尸体 是可以去跟的 或者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如果破的话呢 破了140零军 进了140零下方了 及时的纠错离场 如果后面给出中央长阳 给出这样的一个反暴的走法 见好就收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应对的视角 好 这是对于清能源先看指数 再看个股指数的 他当前的隐患呢 是持有塑料 但是他的 他的开线表达来讲 是谁单阳不破 单阳不破还属于多头占油的状态 后面的话呢 不排除 可能还会有移动 但是有移动的话呢 那么 这类个股的 你要是等他高潮的时候 等他爆发的时候 你去追 那么呢 很难有好的结果 因为呢 如果说能够多延续一天 你赚一个什么白菜钱 但是呢 非常 惊悚 一旦 一旦呢 一旦分化 一旦调整 一旦呢 在折股层面 一旦不是特别的 没有那么把握的 没有那么巧妙 他可能就会追 就会被套 所以说呢 用弹阳不破也好 用掌停弹阳不破也好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也好 其他实际上是一种潜伏 或是低吸高泡的一个维度 但是呢 又纠错的一个保障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做到进口供推个手 好 这是对于轻人员方向的一个点评 经过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然后的话呢 再用一分钟 回复一下 像前面呢 有粉丝朋友留言说 不知道怎么看之前的视频 之前的一些视频合集 包括呢 也有朋友说 不知道怎么收藏 不知道怎么赞赏的 如果是手机在进行 在进行看视频的话呢 你只要把手把手动一下什么的 动一下右上角的位置 有个三个点 动一下 触碰一下 能够看到这样的界面 有转发 有收藏 有赞赏 有点赞 然而在修藏的主页 有贺集的部分 不管是交紧超过108个系列 还是说像残论基础教程系列 这是比较简化的 比现在中枢走势被迟买卖点 级别去研讨等等 那么交紧超过108个系列呢 是以残师的残文为基础的 包括呢 也包括一些像MI均线的系统交接 包括的MICD的系统 包括成交量的都有 那么呢 根据自己的需要 可以针对性的去巩固和提高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再见